1600新经济因为现在物价高涨 所以很多人手机没有坏是不会换的 智慧手机需求低迷 在我们台湾上个月 手机销量低于40万只 那么另外在飞瓶阵营的部分 手机库存也是大增 后续的效应请教主播新话 好的浩婷观众朋友 确实现在换季的周期 似乎因为疫情还有通膨等经济的压力而拉长了 来看到5月份照理来说 它不是苹果手机发表的旺季 但是有便宜降价后的iPhone 13助攻 应该表现不会太差 但是5月份台湾的手机销售量 却只有38.03万只 其实虽然看起来并不差 但是由于5月份的周期比较长 所以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是比较少的 而过去连4月的销售都是在30万左右这个水平 低于过去每个月应该要有40到50万只的水准 所以市场就说 现在我们的手机销售可能已经陷入了 窒息量这样的情况了 而全球市场也同样反映这样的现象 我们来看到三星最近他们的库存来到了5000万只 这是高于正常水平的将近一倍 而且现在库存爆仓的情况 在飞屏阵营Android阵营特别的明显 来看到像是小米OPPO跟Vivo 荣耀等大陆的品牌也有3000万只的库存 所以现在总体来说飞屏阵营的全球的库存量超过了1亿只 这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的科技业的产业链了 未来这些手机的订单会不会砍单或者是需要降价的需求呢 恐怕很难以抵挡的 而联发科呢出货的涵盖率也是比较广的 品牌比较多的 会不会影响后续的拉货动能呢 联发科针对单一品牌他们是不做回应的 但他们只说本季的展望还有全年的目标不会改变 另外大力光也有4到5成的营收 是由大陆的飞屏手机来贡献的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营运似乎面对到了压力了 好听 好还要请教新华就是受到疫情影响 上班族有些人还是在持续的居家办公 这件事情跟台北市白户公司的经营权出现洗牌潮 有哪些关联 请教你 这时候因为现在疫情 大家没有办法去实体店去消费 花钱可能都花在线上了 所以这会使得他们的业绩 没有像是过去预期般的亮眼 而很多房东都会担心自己的物业的效益 纷纷来涨租了吗 首先看到的是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租约明年要到期 但是统一不愿续租给成品这样的事件 恐怕也会影响到他们在信义区的经营 再来还要看到的是就是也在信义区的NEW19 传出租约也在年底截止了 不确定到底能不能跟房东失约成功 另外还有在大直的ATT大直店 由于疫情呢 ATT大直店主打的就是亲子体验的这样的场馆 但是疫情来了亲子根本就不敢出门 所以也影响到他们的营收亏损 所以接下来还会找人出手吗 市场这样传闻 但是大直ATT是出面否认的 而房仲又如何看待 接下来百货业会不会面临洗牌呢 首先来看到的是信义区百货的零售业 其实这里有聚集经济的效应 所以这些物业单位 百货会退场商办会前进吗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比较可能呈现的趋势是换手经营 而且房东可能要调高租金 来反映行情了 而且现在疫情之下 虽然零售业也比较辛苦 所以也会冲击房东 对于租给这些零售业的信心 有很多房东呢 一签都是签十年二十年的租约 趁着疫情还有要换约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会重新评估招商的条件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浩婷 好的确哦 有些的利益要最大化 有些人会想说 我就用太阳能发电好了 经济部预告说 未来新建的房屋的屋顶 要强制装太阳能光电板 那么这会衍生出哪些的问题 是不是每个人都不想这么做 或是想这么做 可不可以呢 新话 没错 因为台湾喊出2050我们要净零碳排的目标 使用太阳能光电就是一个政策指标之一了 来看到营建署呢 还有能源局他们是提出了这样的构想 冲刺净零碳排修正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要参考德国的做法 也就是说呢 未来有建案要新建 增建或改建的话 建物的屋顶都要设置太阳能板了 但是呢 得符合一定的条件的建筑物 才需要强制加装 细则还没订定出来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多难呢 目前国内每年呢 我们的太阳能发电是落在8.100万瓦 其实我们连去年的目标 8.75万瓦都没有达到 而到了2050的目标 其实希望太阳能发电 可以来到40到80的百万瓦 所以呢 差距是蛮大的 那么业者针对这样的政策 有些人热见其成 就觉得说部分欧洲国家 也这么做符合时代的趋势 但是后面衍生的建制费用 还有制定什么样的规范 谁来管理 那是要住户买单 还是建商买单呢 都还不太清楚 那么如果想要掌握更多国际趋势 还有经济动态 请您扫描QR Code 或者是到TVBS的脸书专页 都可以掌握更多的资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